上百只蝙蝠迎面扑来 翅膀伸在耳边呼啸而过 群伏似飞相当惊人 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 从基隆市中山区大庆大城社区 也就是俗称大甘寧一带 有一条1928年新建完成 已经有97年长300公尺左右 将近百年历史 当年为了运煤的古隧道 称作大甘寧古电车隧道 地方级文史工作者都认为值得保存 因此由基隆市议员宋伟丽办理会刊 邀吉市政府都发处公务处及文化观光局 和当地和庆里长陈家和 中和里长苏彩雪 和庆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叶景帝 以及部分地主的蔡大姐等人一起现地探勘 这个隧道从1928年开始盖 那今年已经2024年了 应该有97年了 所以将近百年的历史 那现在就是说 台湾的一些建物一些遗迹越来越少了 那整条基隆到金山这条路线 有六座隧道 那目前剩这两座 唯一保存最完整的 那其中有一座就是我们这座大干年隧道 所以说这边这个隧道西厂 知道人也不多 真的是我们这个地方的宝贝 它的最北边是到万木山 然后最南边到马宁康这边 所以它的矿距快接近200万坪 所以甚至我们中山区一个很大的骄傲 因为它所有的基隆港的煤炭或是焦炭 基本上都是从我们这个大干年的这个矿厂运出去的 所以说矿厂跟铁路都可以结合在一起讲 是这样 光复后就大概没多久就废弃掉了 因为整条路线 因为公路局开通以后 大家都坐公车了 所以这轻便支就没有人坐了 所以光复以后那几年 大概民国四十几年开始 这条路就没有人再走了 然后慢慢木南煤矿在那边开发以后 那这条路线更是没有人再走 从中山区大庆大城社区附近 先穿越杂草丛生 树林茂密 以及烂泥路段 大约十分钟左右抵达隧道洞口 之后在文史工作者 以及专业登山人士带领下 一行人进入大干林隧道 封闭的隧道 期间经历过大大小小地震 包括921地震 以及近期今年的0403花莲地震 造成隧道里面摊坊非常严重 虽然当年只能够提供所谓的电车通过 不过许多摊坊地点大到可以容纳火车通过 也造成上上下下 有时高达近70度坡度的路段 走得步步惊心 当然隧道里面也可以直接看到煤矿层露出 由于隧道内久无人烟 因此也顺理成章成为蝙蝠的栖息地 包括市议员宋伟丽和当地和庆里长陈家和 以及中和里长苏财学等人 都是第一次来到这里 希望市政府文化观光局等相关单位先评估看看 是否可以争取中央文化部方面的支持 未来规划恢复这个隧道的可能性 他们就在讲说这边有一个隧道 我记得这个隧道我大概在张市长的时候 我也有来过 但是没有完全走完 那时候就发觉蛮神秘的 然后此次呢我就邀请我们各科室的 像文化局啊 还有都发处 那个产发处以及公务处 他们一起共同来会看这个地方 我想说这是一个具有历史价值的一个隧道 我们的工作文史者应该要让他们看见这里 以及就是说让我们金融市市民知道 这是一个以前以往 就是通大五人跟那个中山区这边的一个轻便道 那未来呢 如果说我们的文之客 如果这边有经费的话 希望能够将这地方整个开发起来 让我们以后可以怀旧之外呢 又可以经过这地方到道人 我觉得只有短短的三百公尺而已 那我们能够借由这次的会员 希望我们文化局这边 能够来重视这一个地方的一个观光的一个价值 能够来发展我们大干林地区的一个观光囊带 让以后我们这边有一个假日休闲的一个好去处 我在这边二十几年呢 第一次走到这个隧道 真的很漂亮以后 这边要开发让大家知道有一个秘箭 做观光池谢谢 好可以无常来借给政府来使用 我们要跟所有的家族 我们土地所有人还要 我们会尽量我们乐观集成 可是还要跟家族开会 然后经过大家的同意 隧道在安乐区的出口就在秦仁湖住宅区附近 根据了解中央文化部方面去年曾经委托相关单位人员到七独有类开会 调查基隆煤矿历史遗迹 因此也燃起了中山区地方人士和文史工作者的一线希望 随着矿业没落 许多矿坑早已经淹没在荒烟漫草中 希望未来有机会让外界和后代子孙也可以看见当年矿业的风华 以及仙人们过去为了家庭和生活冒险采矿的辛苦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